嗨 妳好 我是沛芬 今天我兒子蠻月了 一個字 累 那是第一個感觸 那第二個呢 當然也是非常的開心 因為 有了這個小生命 在我的生命當中 一切都不一樣了 當媽媽對我來說 之前意想不到的 可能就是 睡眠方面的挑戰吧 生產之後的一個星期 我其實蠻意外的 我覺得自己已經變了 不同一個人 不同樣的一個人 因為 情緒真的是起伏很大 可是現在呢 就漸漸的 平復下來了 也比較 得心應手一點 沒有很得心應手 還是在學習 就try to sleep now close your eyes try to think of tomorrow oh frowning frowning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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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瞪著我 frowning 你跟他講話 你跟我 你跟我 你跟我救美啊 下一個 下一個 對我而言 對他而言 我們 從現在開始呢 就一起 要 互相的學習 一同成長 我身為一個媽媽 她身為一個 一個人 她就會漸漸的成長 跟學習 我每一天都很期待 當然有些時候會很害怕 可是呢 每一天都是充滿著希望的 然後 我希望可以給他最好的 呃 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呢 我期待看到他 呃 微笑 對我說第一句話 期待他 踏出第一步 我覺得這些都是 很很 讓我感到開心跟嚮往 謝謝